當黃昏的時候,火車站後面是大海 火車到的時候,黃昏看著美女走下來 離遠見到我很高興走過來,風吹起頭髮 哇,漂亮得飛起 不過我後來娶她為妻的時候 我已經心裡有佛學訓練 我知道不會永遠漂亮的 真的,娶了之後頭髮吹不起了 為什麼呢?因為她不會天天再走過來 結婚,還走到你那裡,叫你快點過來,洗碗 那麼,我想了20年後,一定又肥又囉嗦又八卦 誰知道20年後,還挺漂亮的 我想30年後,怎麼都不會漂亮的 為什麼呢?到現在結婚35年了 還是漂亮得不得了 我說這個不是佛教原理 這個叫基督教原理 就是有神跡出現了 神跡出現了,我老婆漂亮了35年 我真是離奇了 應該是婆婆的了 現在結婚30年後,還這麼漂亮呢? 你不相信一會兒看我老婆在其中一位 我也不知道她坐在哪裡 你看旁邊坐在那裡很漂亮的女人 可能就是我老婆 中國文化說 變宗有些不變 什麼叫變宗有不變呢? 我跟老婆結婚20年 發覺眨眼就20年了 即是結婚20年的時候 現在過了 即是20年後,兒女進大學了 我們在大學認識的時候 我太太在道娟花中微笑 嘩,多美麗 眨眼過了20年 在大學的日子彷彿如在昨天 我就跟太太睡在床上 大家聊一下 我們又老了 不是再年輕了 兒女進大學了 不過呢 在我心中 你仍然是當年 在火車站走過來 風吹起頭髮的味蕾 這些叫變宗有不變的 我對你的愛 對你的美的肯定 是永遠不變的 說完之後 老婆就沒有哆嗦我很久了 老公懂得說這些話 曾經教一教 中國的男人不懂得稱讚老婆 其實很重要的 在人面前稱讚 公開稱讚 越欲罵,老婆越開心 其實稱讚她 她會漂亮下去 你不理她 你不當她是惹 遲些就變成一隻惹給你看